我們去那邊再回來討論 只要是能夠讓蔡總統做出最強的 最好的選擇 昨天發布了公開信以後 很感謝許多朋友 用各種方式來表示關心 我想不是民進黨的我 黨員的我 這件事情感到焦慮和擔心 我相信民進黨員一定更焦慮更擔心 那我昨天提到的這個最強的組合 實際上這個最強的組合 我的原本的出發點 就是希望能夠促進民進黨的團結 不要傷害民進黨 只要是能夠讓蔡總統 做出最強的最好的選擇 最能夠勝選 最能夠延續施政的理念 然後呢 最能夠把台灣帶到更美好的 那就是最好的選擇 實際上我曉得大家都關心這一件事情 我希望關心這一件事情的所有的人 應該把自己的意見表示出來 在這一件事情上 大家都應該以國家為重點 來考慮到國家未來怎麼樣更好 個人的考量應該放在其次 OK 畫面是陳建仁副總統 他的相關說法 陳建仁退位處蔡賴沛 那吳里培前置就說這是不可能 副總統陳建仁在發表公開信 說明他的階段性任務 希望明年能夠告一段落 也就是說他不再尋求 繼續跟蔡總統搭檔競選連任 讓蔡總統走下一任的路程上 有更大的空間 促成民進黨內最大的團結 陳建仁動作被黨內解讀 是為了促成蔡賴沛 那總統府前置政吳里培 接受蘋果電話訪問時表示 我認為蔡賴沛是不可能的 但這種事情要問賴清德 民調差這麼多 哪有第一名讓給第二名的 第一名不可能做副手 而且兩個人的個性不太搭配 以賴清德的個性也不可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最新的一份民調 是由這個宇少他們的 兩岸政策協會所公佈的 蔡賴沛的支持度 甚至還可以擊敗韓國瑜跟柯文哲 兩岸政策協會 在10月1號公佈 2020總統大選民調 民調顯示 在總統蔡英文 高雄市長韓國瑜 台北市長柯文哲 三人參選的情況下 由韓國瑜勝出 不過民進黨如果推出 蔡英文搭配賴清德這樣的組合的話 有35.7的民眾表示支持 而且這個支持度 是勝過韓國瑜跟柯文哲的 大概有35.7民眾支持蔡萊佩 34.7的支持韓國瑜 20.6的支持柯文哲 也就是這個組合相當程度的 把柯市長給邊緣化 然後拉高蔡民進黨制度 那甚至已經贏過了韓國瑜 韓市長委員怎麼看 這個副總統這一番話 大家都希望這個蔡總統跟賴院長 能夠進一步有合作的空間 那那個協調小組很像也約談了 應該不是腰談了 腰談的這個賴院長 賴院長很像表達是說 很像可能性並不高 你目前的觀察 兩位都是你的好朋友 老同志 陳建仁副總統他這一番講話 我覺得更明顯的凸顯出來說 我們民進黨對於下一次總統選舉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不過我做一個這個插出來 陳建仁副總統是我們高雄齊山的人 他的爸爸是白派的大佬 所以陳建仁副總統如果覺得說 他不想再搭配當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的副總統的話 歡迎他回來高雄選市長 因為他是一個遵受我們這個尊重的一個人 他的學生對他評價都至高的 有好幾個都做好朋友 說他以前帶他們去做那個 那不是 烏腳病 他說那個老師就是一天兩個便當 對他們非常關心 所以從他背後看到科學家 也看到宗教家 他是一個使懷者精神的人在看待 所以我想要跟他表示我們非常大的尊敬 那剛剛有幾個民調出來說 蔡賴佩可以擊敗韓或是擊敗科 我還是一樣 這是參考用 那提出這樣論點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民進黨本來就是一個 還沒有結果出來以前 大家就合各言而制 但是最後一定會團結故於衷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已經發佈這個初選的機制 這個機制如果發佈出來的話 所有人都希望說我們的初選機制是走到結束 那現在剛好就是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這個機制是走到要協調的過程 對 這個協調的過程有可能是個別跟這個當事人談 或者是一起跟當事人談 這個協調的過程當中我們外界不知道 那也會有不同的解讀 不過我從其他的我們黨員同志的解讀來看的話 大概就一個論點 團結不一定就能夠打贏下一次的總統選戰 不團結的話一定會輸 所以所有的不管是蔡英文總統的支持者 或者是賴清德院長的支持者 大家都知道要團結 可是團結不是大家就看佩地人 團結的意思就是說 我有意見我就說出來 所以包括我昨天看到一份 大概是以台北市的這個黨代表為主 也推出來一個說要支持蔡賴沛等等這些 所以我相信不管是蔡英文總統 或者是賴清德院長都看到了也聽到了 把它列為他們是很重要的 在這次參加初選當中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依據 但是所有的蔡賴沛可以打贏韓跟柯 那如果是賴蔡沛可不可以打贏韓跟柯 有沒有這樣的命題出來 所以我說的很簡單就是說 初選把機制走完很重要 但是初選的過程當中 民進黨的主席只是要求說 黨公職不要再繼續表態 讓所有的回歸到這是一個全民調 我們全民調會推出五家民調公司 所以這些就繼續去講 你認為賴清德哪裡不好 你認為蔡英文總統的施政 是不是有需要檢討的空間 大家互相來講之後 會讓選民做出最理性的抉擇 我的觀點很簡單 如果我們在這次的初選當中 沒有辦法讓所有台灣的人 覺得民進黨的執政 是讓人家感動的 包括這一場初選 是讓人覺得說這不錯 真的是有意見大家講 講完了又團結一致 只是說這樣比較好 然後就叫大家要選邊站 我覺得這樣不好 所以我還是支持 協調到底有沒有結果 我們不知道 協調大概是兩方面為主 協調到兩方面如果都不同意的話 就進入要民調 那民調有兩種 不管是對比式或互比式 大家都知道 那就兩個人同意就好了 你要對比跟互比都沒關係 你要找韓國瑜 你要找郭台銘 你要找柯文哲 甚至你要找張忠萌 怎麼比都無所謂 比出來的答案出來 就是民進黨最後的答案 所以我覺得用這樣的態度 再告訴所有全台灣 睜著大眼睛在看的人 不一定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包括國民黨 甚至有時代力量 甚至有統治黨 中間選民 讓他知道說民進黨 可以讓人感動的時候 就是你在在初選裡面 告訴他說 我有這個領導能力 可以把我們黨內的力量團結 然後可以面對未來 怎麼領導台灣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重點 我想讓人民感動 一個非常重要的 不是感性 理性基礎叫什麼 對制度的尊重跟福音 對 可是委員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會有辦法容忍 成為第一個 沒有辦法競選連任的總統候選人嗎 這都是假設 這都是假設的議題 我剛剛提過了 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的初選 因為第一個 因為如果說 以現在民調選手 看起來可能賴清德的民調 不知道 應該是會高於蔡英文的 我們不知道 不過我跟王委員報告一下 蔡英文總統願意拿著500萬 到民進黨的中央黨部去登記 參加總統初選 黨內總統初選的時候 就已經奠定了他的氣度 我願意接受黨內的人的挑戰 而不是說 哎呦 你怎麼給我衝衝 我現任優先 要扭我才對我 對啊 你要扭我 有啊 先放在蔡英典 等一下 那這樣就表示我們的初選制度 就已經破局了 那初選制度破局 就表示民進黨 這個黨已經沒有辦法 在領導我們的台灣 繼續往前走 所以他的氣度已經在決定 他那一天去登記參選的時候 跟大家報告了 所以這個也是值得大家讚賞的地方 郭委員 我有一點 是 來請說 比較不太一樣的意見 就是說我覺得大家 對於民進黨 能不能夠真心團結這件事情 我有不一樣的意見 因為我這段期間的觀察 我覺得雙方人馬的 互相的排斥性 其實是有越演越烈的趨勢 某種程度還在隱忍 可是其實那個攻擊已經還蠻 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天的時候 我不是在那邊講過 我莫名其妙 少女紅台北 對 也被掃到 然後接下來 的確那個狀況就會越來越 我覺得那個對立的情形 有加重的趨勢 譬如說 絕對不會去投對方 不要妄想團結 這個我們是跟著人走 雙方都有這樣子 還蠻高比例的 我其實對於民進黨 持續的這樣子 眼看著雙方 這樣子對撞的時候 我會覺得 有可能團結嗎 OK 經過初選 是 民黨過去有過經驗 民黨過去有過總統初選 然後當然那一次 跟這一次又不一樣 這一次是現任者 直接要被挑戰 那上一次 沒有現任者 被挑戰的狀況底下 雙方都可以打成那個樣子 然後到最後硬硬把他們兩個合起來 湊在一起 硬合起來結果呢 結果是慘的 更好各的 結果是很糟糕的嘛 而且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最後選的結果不如人意 對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過去的經驗 都必須要成為民進黨 能夠從錯誤當中學習的範本 是 你們要不要重蹈覆測 你們要不要這麼的 眼睜睜看著這個 你就預知死亡計事 可是你還是要硬走那種死亡之路 我覺得民進黨也要思考這件事 對 謝謝資深 我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是來請說 是委員 這個時期他是非常好的觀察家 我們民進黨的基層支持者 確實有這樣子的 譬如說 獲勝攻擊 網路上面也看得到 但是兩位 兩位當事人到目前為止 他們的言行 我們都很仔細在觀察當中 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因為他們都知道 我剛剛有提到 就算我們以前 黨內的總統初選 大家都刀刀見骨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跳脫當時 不管你是4年前 8年前或是12年前 這樣狀況的話 就是我所說的 民進黨沒有那個資格 帶領台灣這個國家 繼續往前走 所以兩個的國家領導人的層級 你的規格還有你的氣度要夠 所以這個叫什麼 拼智慧還有拼接地氣 我剛剛提到了 因為我們在台北的媒體 都比較中規中矩 大家都是比較紳士 比較紳士 但是在地園上 因為我們常在走地園 接地氣的意思就是說 不爽 就喵喵喵喵 有資金什麼都出來 但是他們願意聽你 再給他解釋 如果他們願意接受你解釋 知道說民主制度怎麼走 那這個才是真正愛護民進黨的人 知道民進黨可以團結的氣機 所以我們先不要假設這個狀況 而是說一步一步走 讓他覺得說 這次的初選制度 像我們這個卓榮泰主席講的 這個大師兄 官官難過 官官過 第一關兩個總統候選人都去登記了 第二關兩個總統候選人 都願意接受五人協調小組的協調 第三關兩個人都願意接受 這個民調怎麼走 那這三關如果都能通過的話 我相信民進黨 我很在乎民進黨的形象支持度 不能夠比國民黨還糟糕 如果比國民黨還糟糕的話 大選都不用選了 更不要提說我們立委選舉 你先聽我 你先聽我 沒關係 你聽我講完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我們既然過了兩關半 還有半關 這個半關可能比較難 但是就是一樣 要考驗兩邊的人 他們的智慧 他們的氣度 還有他們接地氣的能力 是 OK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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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